台16线11到12公里处的山崩造成奇迹线的中断 火车到不了水里占于车程站 加上疫情扩散严重 车程火车站一天的游客只剩10多人甚至更少 让陈珠的车程发展协会施交苦甜甜 因此曾经给立委徐淑华 日前会从相关单位前来商讨减租事宜 最近不仅疫情影响相当多的各行各业 包括积极县车程地区 因为火车没办法来到积极 还有整个疫情影响到整个商家的生计 今天我们许出号员 特别安排台体局这边来到现场做协商 希望对于车程地区有关台体局出租的一些单位 能够提出建筑的一个要求 台体局也相当的了解 对民意的反应也能够接受 现议员陈说会表示 相当感谢许理委的用心 台体局在了解地方需求后 也同意减出70% 希望减轻地方上的负担 在没有疫情发生 还有积极铁道没有崩塌 积极铁道这个火车停止行驶之前 整个营运呢 各种社区都可以承受 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 游客减少了 当然会影响到整个营运上的一个收入 所以就在我们谢理事长的这个 还有邱博伦村长的关心当下 向许舒华立委来做一个申请 今天在整个协调会当中 也取得共识 就是把34,200的租金 减掉70% 积极线的中断 加上疫情扩散严重 让车程的观光变得相当的惨淡 业者都经营得很辛苦 台体局也很愿意配合鱼体量 议员们也表示 希望地方公所赶紧提出检筑方案 才能够继续进行检筑事宜 记者邱平一学历采访报道